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福建人可能是我们的传统 福建人的话在那个人的生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吃猪手面线 因为猪手听说它会补印 猪手会补印 我们是衣形补形嘛 所以我们那个 就猪手在我们福建人说 补印的意思 运气不好我们就要吃猪手 就要吃那只猪的手 面线吗 就是长寿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父母亲长寿的话 就一定要煮这道菜给父母亲吃 所以代表他能长寿 运气又好 我你又孝顺的意思 先讲一下 就猪手的话 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就来轻火丢吃 要不然的话 因为就交了比较久 所以我们的时间没有办法 要不然的话就是去MDUC买现成的 因为卤猪脚的时间 要不然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人家那个 炸菜饭 还是那个肉骨茶 去跟他买一点猪脚回来 我们顺便拿他的猪就可以了 所以卤猪脚这方面我就不教 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要来讲的 红葱头 还有虾米 还有冬菇 干的才会香 干的我们要把它泡水 泡半个钟头以后来切的话 这个是不是切边边的 买那些边边的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一朵一朵的来切 哦 OK 是 the whole mushroom you've got to cut yourself 那我们还有芹菜 芹菜 芹菜的话 芹菜的话 芹菜的话西芹 我们是用本地的芹菜 芹菜在那个菜里面 它有酱胆固醇啊 酱血压这些的 我们还有红萝卜 我们有白菜 大白菜 还有芹菜 因为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么多的东西 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面线只有直接 这样下去它是不好吃的 吃鱼吃肉 吃就要吃一点青菜 吃大鱼大肉的话 都要补一点青菜 来协调一下 所以我讲完了 我再介绍嘛 我们这个面线的话 我们是买回来 是福建面线啊 这些面线 是白色的 所以我 白色的 白色的 所以我拿去用油 把它炸了 因为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面线 直接煮的话 它会 酱酱凉凉 师傅你还没有炸之前 你需要 拿那个面线去 蒸水吗 不可以 不可以 直接拿去炸就对吧 直接拿去炸 炸过了以后 我们会放在那个水 开的水 把它放下去 给它煮一下 它就软了 因为面线 记得面线是很咸的 它是咸的 所以我们 把它 烫过以后 我们拿去用水 给它 给它 流 所以这个面线 现在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如果你没有 没有烫过的话 没有给它泡水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卤汁也会咸啊 所有的东西 加下去 它会咸的话 它这个面线就咸的 不可以吃了 这个是不是有招牌菜啊 是吗 是啊 哦 因为 因为很多人生日嘛 我们这边很多人生日 如果我没有 没有地咸米酸的话 人家生日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也是把我的 秘方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讲 做菜所有的菜都是一样 我们做香味一定要 红葱头啊 蒜头啊 这些都是要来爆香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它爆香 你煮东西的时候 那个刺序 是不是顺序 现在你讲的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 我都照我的顺序在走的 哦 所以你把这个方法 所以你放下来 所以你放下来 然后你放下来 虾米是吗 啊 虾米 然后 然后你放下来 你看 这两张虾呢 因为虾米会爆 跟那个红葱头 它会香 哦 所以你必须的感觉 嗯 你必须的意思是吗 那是那个 虾米需要蒸水吗 虾米要啊 谢谢 要不然的话 因为在市场的话 那个苍蝇都会在那边 沾沾沾沾沾沾 所以不干净啊 如果那个 不洗不行啊 芹菜香菇 因为香菇爆了也会有香菇的香味啊 OK 所以麻烦 其他的就一起下就可以了 你看我没有在炒这么 我在炒这么轻松 是因为我练30多年了 现在我们就 瓦斯就是家里的那个 那个 那个火力而已啊 我们就等一下 就因为我刚刚已经介绍 这个变线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蚝油 因为我们的卤汁只是在那个 这个 煮熟的味道而已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会加进去 可是 只是也要加一点蚝油 我们还有加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我们通常的话 很少人说胡椒粉也要炒过 因为胡椒粉其实炒过才会比较香 我们把那个卤汁加进来 因为这样的话蚝油它是不够 它太淡了 所以我 所以我会加一点蚝油 因为我们这些都没有味精了 所以我们会加一点糖 糖不要太多 要不然很甜就不好吃 其实我们炒变线 如果我们用象牙的那个筷子 它也有薄的 我们一定用纸的筷子来炒 为什么会用纸的筷子来炒呢 因为纸的筷子的话 它不会 你一拿起来它会不会滑 所以我们用纸的筷子才可以炒得到 因为我们的变线 我不知道各位有去吃个辣变吗 辣变都是要摔的 所以它的变才会好吃 如果我们的变如果没有被摔过 只有直接这样嚼出来的变 它有一股那个变粉的味道 还有它的变也不会好吃 辣变为什么会比较好吃 因为它被摔了 因为变其实你以为它是死的 它其实它是活的 你一把它摔它就醒来了 我等一下我会给你看那个 我摔下去它会像我们的那个钓鱼的海虫 这样在那个锅里面这样串的时候 那个就是说那个变线 它被它摔醒了 因为它会动了 它慢慢你看放下去它还会动 有有你看真的 因为它已经被我摔了 已经快要醒了 要不然它刚刚在睡觉嘛 真的 你看 哦 还在动你看 刚才不能一直在那边动 它是死的 本来就是死的 只手我现在把它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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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缺一点粉 那边先做好之后就是先做那个出手了 所以那我准备你的呢 打起来 来 各位不用那么紧张 等一下我会在现场的话 有什么问题你们叫我的话 我就会过去了 你放心我不会耍大牌 是不是那个青蓝油是什么青蓝油啊 台湾青蓝酱油膏我们算礼拜了啊 全部吃冷的话 如果各位有到台湾去的话 那个青蓝酱油膏就是一种 酱油跟酱油差不多 可是它是有连的 有连的 我可以叫我的 等一下我拿那个给你看一下 你叫他去拿一罐青蓝酱油膏给他们看一下 你的味道是什么啊 不是黑油啊 它是溶性的 它像蚝油这样的 像蚝油这样 可是它是酱青来的 不要也是可以 可是它那个是带干 带一点干干的比较好吃 像很多菜的话 吃凉菜的话 我们台湾吃凉菜的话 都是有那个菜 你摘那里有的买的 在大兴百货公司就有了 大兴 大兴啊 哇我这个碗太小了 是不是在其他的百货 这些超市场有买的吗 有啊 有 栽店都有 栽店也有 卖栽的那个酱料都有 所以这个芹蘭酱是 其实是小辣酱 但它是小辣酱 像是小辣酱 是小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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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小辣酱 where you'll be able to learn how to make all three of MasterChef Ho's Chinese New Year dishes including the braised assorted vegetables wrapped with long beans and find out which wine is recommended to go with your Chinese cuisin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